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能上外国的网站 我们的稿子都无法传出去了 你对此有何解释呢 中外记者都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心想 哈哈哈哈 这次看你们怎么狡辩 也不料人家新闻发言人的和颜悦瑟 非常淡疼 淡定的说 个别西方敌对国家 老是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 造谣中商 说什么我国不能上外国的网站 我劝你们尊重事实 多做一些有益于中西双方合作共赢的事 你们去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看看 到底能不能上国外的网站 美国大使馆莫伟棠说 在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冤民上访 有的呢被冻死饿死 有的被关进了黑监狱 被强奸被打成残疾 他们经常到我们大使馆门前跪着 哀求我们帮助深渊 在我看来呢 中国大部分民众的国民待遇 连我们美国人的狗都还不如 任何人虐待的美国猫狗都是有罪的 但是中国官员虐待中国人却没事 哎呀 这也太悲哀了 那就看看我们的领导怎么回答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了解中国吗 你去过中国吗 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成二百的面貌 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 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 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 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 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 我要告诉你 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 而是中国人 这两天呢 民运当中有个叫陈厂创的民运人士 一夜成名 引来了海外如潮般的声讨之声 其实这个人在17年8月的时候 搞什么一个什么民主大会的时候 就有一句名言呢 当时怎么说呢 大概就这么说的 我非常有信心 三个月前的时候 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说的 国贵如果敢站出来抢我们的饭吃 他能抢走 但是国贵不敢这么做 他敢不敢 给国贵一个胆子他敢不敢 他不敢 你今天如果说那些 被我点到名字里所有的人 如果今天怪我的话 希望你们不要怪我 你要怪这个陈魂的 是他说的 给国贵100个胆子 也不敢去抢民运的饭碗 那我就告诉大家 告诉天下人 告诉国贵的推友们 国贵的支持者们粉丝们 这个民运饭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是多有魅力 是多吸引人 大家知道这点以后 可能就会有些人开始理解 这个陈魂丹的话了 这个民运饭真的是 他们不愿意被别人抢走 所以他们非常紧张 是吧 然后在底下 这个暗潮汹涌 在这个串联 然后来这个抵制国贵 表面上他们说支持国贵 其实暗暗地里 都在给国贵使刀子 就跟那个夏爷梁一模一样 张立芳这些人 其实都是在给国贵使刀子 真正支持国贵的话 怎么可能这么去国贵 哎呀 这个海外民运这一年 太搞笑了 乱成了一锅粥 这次吃瓜群众可是乐坏了 我的总结就是 到处都是尔语我诈 谍中谍即中计 骗中骗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多人说的话 都是七成假三成真 甚至是九成假一成真 别说是咱们外人看清楚了 就是他们当面对质 你都很难辨别 他们谁说的是真话 谁说的是假话 甚至呢有几个骗捐者 有几个网民说他们 是每个毛孔都在撒谎 他们几十年基本没有工作过 竟然动不动呢 就能启动几个索赔几千万的官司 光是律师费 我估计都要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还要到推特上去捐款 好多人家捐款 捐款来给他 让穷人捐款给富人 去打官司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环弹的事情吗 我唐白桥不说 天下就没人说了吗 我就不相信 我这个月在外面旅游 6月3号到现在 我这个月的收入是2万多 美金 还不包括在股市里面的收入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 每年有20万收入的话 怎么可能每个月付起100多呢 我们现在银行成款 还有十几万现金 我们随时可以付 当然可以付 我们那个小区平均中间价位的房子 是350万美金 因为那个房子不算好的 这个比较破 400万算是那个远远破的 2000万 1000万算是比较中等的 就是中等偏上的 像那个脸书老板那些租到我们利用 我们非常近 所以那个房子 我相信你是买不起的 他是不是想拿100万 拿200万 让老百姓给他捐钱给他 是吧 他拿到年薪 10万以上的年薪 让老百姓再给他捐钱 捐了钱以后 告了以后赢了的钱 又进他们的私人腰包 这种声音谁不愿意做 是吧 然后对外还是个民主斗士 你还给什么人家捐款 我就感觉呀 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我想我的意思呢 大家也都明白了 尽量不要给他们捐款 即便呢 要是捐的话 也要让他们拿出 他们自己的真实姓名来 什么用自己太太名字捐的了 什么用什么不相干的组织捐的了 可以这么说 他们绝对是在骗钱呢 他们的捐款 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透明度 或者说根本就是用于自己挥霍 他们骗来骗去 到底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咱们看看他们自己 怎么说的 这十个在纽约地区的 在法拉圣的唐人街的十个左右的民主党 全部清一社 没有例外 全部清一社 在专门以做政治匹复为目的的 最高的人 做的最高的人 一年的收入 150万到200万美金左右 个人群收入 超过美国总统工资的五倍 是硅谷苹果的工程师的十倍 你们每一年拿一百万一个组织 拿两百万 拿三百万 我们哪天搞一件电视辩论 开一次大会 你来把你年度报告拿出来 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大家看明白了吗 他们动辄呢 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 你才一年挣几个子啊 我估计你捐的那点钱 连人家一顿饭都不够 还不够人家去一次夜店的呢 还是那句话 尽量的不要捐钱 你实在要是太多钱 非要捐的话 也不妨再等等 等这些人呢 把这个官司都打完以后 美国政府会告诉你 谁是真正的民主 谁是骗头 再捐也不迟 一位网友呢 就这样评价道 浪迹海外的反对派人士 真是该好好想想了 这一年啊 你们没有被专制打倒 却被推友和网友唾弃的 有的人打着民运的旗号 骗财捐钱 你们熟视无睹 你们当中有人背信弃义 厚颜无耻的 为恶棍帮衔 而你们却三减其口 老白做了 理想消弥了 如此 谁还敢信任你们 你们任由自生自灭吧 并且呢 还附诗一首 口号震天 冒充民主 终日骗捐 吃喝嫖赌 捐款账号 数不胜数 一年两次 好比猛虎 骗完捐款 阴信全无 厚颜无耻 自找其辱 人才呀 这推特世界真是高人满地啊 太厉害了 中央军委呢 有位驻外的战地记者姓徐 这个人呢 不仅文才好 而且机敏 运气还更好 可以说呢 他到哪里呢 哪里就有大新门 2003年至2006年 他被派往了伊拉克 伊拉克都发生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在这期间呢 萨达姆不仅被抓 而且还被绞死了 2011年呢 他被派去了巴基斯坦 结果呢 5月1号 拉登就被击毙了 接着后来呢 他又被派去了利比亚 他一去 卡扎菲就被打死了 哎呦 这个于是领导们就开会呀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已经不多了 下次呢 把他派到哪儿去呢 是叙利亚呢 还是伊朗呢 结果这个其他人员呢 齐喳喳的喊道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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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援他回国呀 等他回到中央军委大院以后呢 情况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先是徐才后 后是郭伯雄 然后是张扬 黄峰归 哎呀 据说现在首长听说了他的故事以后啊 哭笑不得 哎呦 这个同志啊 哎呀 这么有能力啊 不能老让他带这个军委大院呆着呀 哎呦 太取材了 中国不是还有一个老朋友吗 把他派到朝鲜去了 哈哈哈哈 哎呦 战友们 该出事了啊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朝鲜会发生什么呢 然后这个首长呢就去了老干部活动中心 去活动去了啊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 这个首长就发现不对 自己这个小弟弟上啊 又红了一圈 哎呦就害怕了啊 到医院找南科医生 就去查去了 结果这医生查不出来 就建议他 说首长啊 你不行就去传染病医院吧 哎 这是一位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就走过来了 别忙 让我瞧瞧 哎 拿着首长的小弟弟一看 啊 开始说了啊 报告首长 没关系 这呢是口红 没关系 而且呢 这是两种 一种呢 是香奈儿的防水口红 一种呢 是美宝莲的压光口红 我想没关系的 请首长放心 哎呦 这个首长就高兴了 竖起了大拇指 哎呦这个小丫头 哦 没想到你的记忆 已经达到了 楼河纯青的境界 还看出什么来了 给首长汇报 首长愿意听 啊 报告首长 如果我要没有猜错的话啊 共有两个美女为您服务的 一个呢 是日本美女 一个呢 是法国美女 而且呢 还是法国美女在前 日本美女在后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美女啊 最爱用这个 美宝莲压光的口红 并且呢 她们的嘴啊 都略小 所以呢 你们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美宝莲压光口红 应该是日本美女留下来的 至于深点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法国美女留下来的 因为法国美女呢 嘴头比较大 相对呢 要深一点 并且呢 她们喜欢用香奈儿的口红 另外 假如日本美女在前 法国美女在后的话 日本美女的口红呢 就不会留在了上面 所以呢 一定是法国美女在前 日本美女在后 哈哈 哎呦 这个领导听蛮高兴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小鬼 人才啊 哦 明天就去首长的专家组报到去了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 这是我的 我 我 我 那 我 在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